全國的觀眾 全國的投資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決戰從馬尼亞 我是謝宜文 現在很多人都跟謝老師講錯 老師其實說真的 1萬6不重要 1萬7不重要 未來1萬8 1萬9 2萬 真的都不太重要 為什麼 你選錯股票 你找錯股票 或者是你選錯買賣點 大盤跟你沒有差 大盤跟你沒有關係 漲跌都跟你沒有關係 你只要選對股票就好了 勤賊先勤王 打蛇打七寸 這個道理你懂不懂 如果你不懂 你看我的操作 為什麼去抓AI 為什麼前一波去抓華福 為什麼去抓廣運 為什麼這一波抓鷹葉達 神達廣達 原因在於哪裡 各位我們不是站在浪裡面 我們站在浪頭上 我們站在浪頭上就算了 後面有一波一波的浪 在推著我們走 你再回頭來看 長榮航 華航 一堆人來跟你介紹 所謂的高價 觀光旅遊 謝老師說同個題材 你為什麼不去買 稍微偏中低價位的飛機股票 長榮航跟華航 你看我們講了那麼久 我們買進了這麼多次 我們買進了張數這麼大 499 499 499 我都敢跟各位講張數的問題 你就拿捏那個掌握 都是非常非常夠 你看近期來講 盤中的節目 盤後的分析師 每一個人在跟你推介紹 長榮航 華航 我今天說一句很實在的話 長榮航 華航 哪有什麼基本面可以介紹 那就是一票難求嘛 那就是票價漲價嘛 那就是客源增加了嘛 各位有知不知道 就航運類股來講 它的獲利 它就是運量跟預價 運價相成 現在航空類股在漲了什麼 運量上來的可能到達九成 甚至於到達九成五 運價也上來 票價也上來了 請問你 航空類股有沒有太大的問題 第一季長榮航 賺了0.8多 我說你給它一個三塊錢 兩塊多就好了 它的股價 難道不會看到四字頭 甚至於看到五字頭嗎 講一句很實在的話 這些事情都是在前幾天 所跟各位講的 言由在耳啊 不敢說語音落糧啊 可是我現在重複這句話 你一定記得 如果你看我的節目 你一定記得 現在多少人在講航空股 有什麼好講 很多投資人 都在想說 老師啊 你真的沒有辦法去了解 我們小賞戶的心理 我們不會選股 不會選買賣點的那種痛苦 你真的是不懂 老師你真的可能不太了解 跟著我們的粉絲團 跟著我們跟單操作了以後 跟著我們一起會員做了以後 老師 你的操作並不算完美 可是足以讓我在生活上 支付掉某些生計 某些支出 某些費用 高興啊 我聽到這個我就很高興啊 你在股票市場上面裡面的 不管是打滾還是生活 還是有夢想 我至少我幫你 我幫你負擔掉一點 你可能沒有時間 你可能想要賺一點 家庭開支支出 至少我做到我應該做的事 我完不完美 我不完美 我有時候買太 有時候買得太少 有時候賣得太快 我完不完美 我不完美啊 可是各位 我只要聽到投資人這樣講 就感動了嘛 就好像你有 無論是哪個親朋好友 還是你認識的 你不認識的 他能夠幫你 支付掉一點生活上的壓力 我自己我爸爸之前 前一陣子也開刀啊 就能夠幫我 能夠幫我做的人很少 可是你只要幫我一點 你幫我做一點 我出力了 我就少負擔了嘛 這就是這一種 我們不敢講奉獻啦 就是說這種無私的 跟大家去做分享 我要的就是這個嘛 共襄盛舉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難道不是嗎 然後謝老師 有人講啊 就是我們自己同事 看到我常有時候 有時候去陪醫院嘛 他說謝老師你很孝順 我說我不敢講笑 笑永遠達不到對不對 父母有時候從小到到 拔屎拔尿 寶寶提息 我們能夠去抱他嗎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可能自己也老了 也抱不太動 但是就是我們做到什麼 我們笑沒有我們做到順 他有什麼需求 我們就去做這樣的事情 有沒有完美有沒有百分之百 不可能啦 我回報不了嘛 可是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操作股票也好 我們做人做事也好 無論是低調還是高調 我們總是想要得到一點 總是想要得到一點 來到這個市場上 他有所獲利嘛 舒舒服服平平安安 不敢跟你說暴利啦 我從來不會就跟人家說 你跟著我做絕對事 我跟你說明天在搶車 來買房子啦 我跟你說 我不會去這樣跟各位講 就賺我們自己 該賺的錢就好了 該做什麼就做什麼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那以後人 也感謝有會員 就把他買進長榮行 跟華航的單子 他PO在PPT PO在網路上 或者是PO在 有一些媒體上面 就說你看我們這個 他沒有說跟著誰 可是我看就知道說 這個是他PO的 這個單是我們 我們跟著誰誰誰做 他沒有講 他就說我們是跟著 一位分析師做的 499 499 499 我們各位投資朋友 就很多人在討論 謝宜文概念股啦 謝宜文概念股 那我也正式的在電視上 也直接跟所有的會員 所有的粉絲 包括你還沒有參加我的 LINE 或者是你沒有參加 我的會員的人講 我告訴各位 航空類股 華航長榮王 還有黃金買點 還有黃金買點 我跟你說真的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希望你把資金準備好 希望你把錢準備好 AI也是有黃金買點 對不對 我們盡量不是朝那種 大資金的去 大家去做 什麼創意啦 世新啦 艾普啦 我們盡量不去做那些股票 我們去做什麼 我們去做偽創 我們去做三達 三達啦 這個這個 孫悟空三達 白股金三達 哪三達 神達 音樂達 廣達 我們盡量帶那種 價格比較親民 平定技能 尤其是神達 號稱在AI裡面 最便宜的嘛 尤其是音樂達 音樂達是漲上來的 要不然它比神達 還要來得低耶 我們音樂達講多久 我們也是站在浪頭上 我們不是跟著隨波逐流 不是站在浪裡面 是後面一直在 有人在推我們 推我們 推我們 偽創那更不用講了 那個關鍵點 就是在5月12號嘛 我們4月底開始講 40幾塊開始講 40幾塊開始買 一波上來 賣得比較早沒有關係 總是有人買多張的人 手上還有 我們不能說特別照顧他 可是各位 他資金龐大 他部位一定要塞東西 所以他手上一定有 我們還是要追蹤 我也跟各位講的 終極目標在於哪裡 我說這樣子的位數 可能不夠 大家聽得懂我的意思 就好了嘛 我們不要在電視上 直接銘講 要不然又被人家開罰單 各位同志朋友 我們是不是站在浪頭上 你自己去感覺 那真的有特殊需求的人 我們也帶你去買新興 比較高價 我們帶你去買資源 我們也帶你去玩偽創 我們也帶你去買棋鴻 中低下的前一波 做什麼 做友訓 做菁英 我們各階層都會去照顧到 所以各位同志朋友沒有 你不用去擔心說 老師我資金大 資金小 老師我只是小資主 老師我是上班族 老師我是 我健康人 我很需要買錢 我不敢跟你說 你名字就可以 我告訴你 這次人平平的錢都不用擔心 我不敢跟你說 有那個大機會我一定講 就像這個長榮行 華航 499你能有本事 你就盡量來買 那個時候漲了嗎 沒有漲啊 那個時候大家都要講觀光啊 是不是 那我說同題材 你為什麼不買一些中低價的 而且是買了499 是安心進安心出的那一種 對不對 小資主也可以買 你大到 你大到你可以買到499 你可以買個5比6比10比 都沒有關係的 絕對讓你出得掉的 華航今天又補一支漲停板 昨天華航跟你說 我們就尾數不要講 前面買的不要講 我們講當天昨天漲停 499一張100 一次100萬 今天又送給你100萬 100多啦 我就算100啦 各位 5年的生活費送給你了沒有 小資金的人 我會不會有沒有送還給你了 我還要幫你服務喔 錢你拿回去了 我還要幫你服務 後面長榮昂黃昂的黃金買點 想知道 想要跟單 想要幸幸福福 平平安安 平平順順的跟單的投資朋友 來 加入些文謝老師的Line 小老鼠HOT888 小老鼠HOT888 有QR Code 有這個ID搜尋的方式 那是 謝老師是正統的分析師 我們也是正統的投顧 絕對不是你所向外面所說的什麼爆牌啦 什麼詐騙集團 我們都有金管會來做 來做所謂的控管跟嚴控 他們也會監督我們 所以你可以很放心很安心的加入 好不好 小老鼠HOT888 你想知道 長榮華航的黃金買點 不要再錯過 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你覺得 長榮如果今年能夠賺2塊多3塊 長榮航 你覺得他 到多少才是最合理的 我不要1357 我要2468 2468華青今天又是漲停 各位第三根了 第三根了 第三根 大根的鉤票 小根的鉤票 會有走不同的型態 不同的樣式 可以買多可以買少 謝老師來幫你控制 好不好 把時間留給你的家人 把專業交給我 謝一文 謝老師 想知道黃金買點 加我的LINE 明天見 小明星策 黃金額